pc 情人节 那我们也一样祝福各位有伴没伴的伙伴们 情人节快乐 那再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 其实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国际懒惰节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其实呢这一阵子的 这阵子的币圈呢 大家相信也有看到它的走势 从8月6号暴跌之后 三天又把整个 那个比特币又拉了起来 那很明显的就告诉大家 在币圈有的是机会 大家只要 有心去学习的话 人人都有可以致富的机会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邀请到我们币圣的资深玩家 Jeff帮我们来做这个 币圣间的授课 那我们大家 广生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 Jeff 谢谢Roger专业的一个主持介绍 各位 家人伙伴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的 分享人 Jeff 那我已经使用 币圣量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那不过呢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新手小白 对于比特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那比特币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比特币真的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资产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已经过了15年的时间了 比特币从零元到现在已经一颗价值6万美金以上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是假的 资金盘或犯罪的一个温传等等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钱的本质开始说起 我们将深入探讨货币的演变的历史 从早期的实体货币到现在的数位化的法币及比特币 那这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一个旅程 让我们来看看货币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 并了解这些变化对我们日常生活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钱到底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来说钱就是代表价值 如果我为你做了一些工作 你给我钱作为价值的交换 然后我也可以用这些钱从其他人身上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那在例子上 价值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人们也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材料来代表钱 比如说盐巴 小麦 贝壳和黄金 都是人类曾经拿来做交换的一个价值交换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 随着时间的演变 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从19世纪末开始我们的信任模式就已经开始从相信某种东西变成相信某个人 人们发现随身携带金条或其他形式的钱已经太过繁琐了 所以 纸币就这样子营运而生了 那运作的方式是这样的 银行和政府会接受你的金条 然后 比如说 价值1000美元作为回报 那这家银行会给你等值1000美元的收据证书 那我们称为 这样的证书叫做钞票 那这些纸币不仅容易攜带 你还可以用 一个美元买一杯咖啡 也不必将你的金条切分成1000块 所以如果你要领回你的金子 你只需要带着1000美元的钞票 回到银行就可以 对话成实际的一个货币 或黄金 因此 纸币开始变成一个 使用或方便的工具来作为日常使用的一个货币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宏观经济的变化 这样的纸币和黄金之间的联系就被打破了 那 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会脱离本 本 金本位置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那各位可以在自己Google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脱离金本位置 那简单来说 政府 告诉人民 政府本身对纸币的价值负责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当时美国说 让我们万掉黄金吧 直接用纸币来交易 于是人们就会 继续使用政府承诺的一个收据来进行交易 金 金本位置 对 金本位啊 就是 早期 大家都是用环金在交换 在做交易嘛 然后之后用收据来 来 就是用纸币来代替 的意思 螢幕放大 诶 怎么会放大螢幕 螢幕已经是放大了 各位没有看到全螢幕吗 看一下 已经是很大了 OK 有网址 没有关系啦 大家应该还是清楚吧 怎么用放大 我也不 我也不懂 啊 OK 好 我 跳上一个 OK 那 好 我们继续好了 那 为什么 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运作 为什么人还是可以用 操标来持续运作 其实简单来 简单来讲就是只有两个字 就是信任 因为纸币其实本身没有任何的商品作为支撑 人们依然相信政府 这就是法定 货币的一个诞生过程 法定这个字源自于拉丁文 意思就是法令 也就是说 美元欧元或任何形式的货币 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命令如此 这就是所谓的法定货币 如果作为支付手段的提供 必须接受硬币或 钞票 因此 现在的货币的价值 实际上就是来自于 一个中央权威的机构 中央银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随意的印制货币 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 并且 会引发通货膨胀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印钞的问题在于 因为你向市场上注入了更多的货币 每一个美元的价值就会下降 所以你手中的钱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当你看到物价随着年份上涨的时候 不一定是价格在上涨 而是你的货币购买力在下降 这时候你需要更多的美元来购买 以前更便宜的东西 以前的东西很便宜 现在都变贵了 一旦法币的一个信任基础 被确立之后 要转变 用数位货币的方式就变得更简单了 那其实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信用卡 电汇 PayPal 和其他的一个支付的一个模式 都是属于数位货币的应用的展现 那今天银行使用的集中解决方案 就是一个集中化的解决方案 他们在电脑上保留一个分类帐 记录 记录着谁拥有什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户 那这个分类帐为每个账户都有做记录 所以我们都相信银行 而银行也信任他们的电脑 因此目前传统 传统金融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集中在这台电脑上的一个分类帐上 那目前世界上实体货币的数量 已经几乎可以多到忽略可以不计了 而且每年都在减少 所以今天的货币 其实都已经数位化了 我们今天所认定的这些法币 其实不是实体的 都是属于数位化的 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如果我有一个代表一美元的文件 有什么有效的方式能组织我 复制它一百万次 或拥有一百万美元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支付 那上一次的分享就有一位伙伴问 他听不懂什么是双重支付 所以我这边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功课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双重支付 就是去中心化 数位货币刚开始被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利用特殊的手段 将一百块 比如说将一百块 同时汇出两个不同的账户 那自己的账户就却只被扣一百块 可是其他两个账户却都收到了 这个是只会在去中心化的 数位货币的这种应用才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是以前的 更早期的那种传统是不会发生的 可是数位货币像加密货币 比特币其实也是数位货币的一种 可是在比特币诞生以前 其实双重支付在数位货币的一个应用 是 是可能会被发生的 所以 就 早期是很多人还是排斥使用数位货币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原因 所以呢 呃过去 所以我们过去有尝试 人们有尝试 呃替代数位货币的方法 很多 找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解决 所以 在没有中央权威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成功解决 双重支付的问题的话 就必须还是要一个中央权威机构 好来来掌控 那可是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当你 给予某人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利的时候 你就赋予他了一个巨大的权利 这就产生了三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那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部分 一下 对下一个 那当银行被授权创造货币 或价值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就控制了世界上的价值的流动 这也赋予他们几乎 无限的权利 我们从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2016年的富国银行的丑闻 员工秘密穿建了数百万个 一个未受权的银行和信用卡账户 来增加银行的收入流 他们的客户多年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另一头的美国也传出了金融风暴 这个是全球市值第一大有上百年历史的富国银行 过去5年 放任员工集体卫造客户的证件 开设200万个幽灵的账户 只为了要冲高业绩 那么富国银行被罚款了1.85亿美元 但是让各界不解的是 这家能够让股神巴菲特 持续投资27年的金融模范生 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 而雷曼风暴过去才不过8年的时间 美国的金融管理 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好 这个就跳过了 等一下回到简报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集中系统化的管理的一个不善 如果中央权威机构的利益 跟人民是不一致的 就有可能出现货币管理不善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在2008年发生的次贷风暴状况一样 为了拯救某家银行或机构免于倒闭 而大量的印钞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2008年的次贷风暴 好小声 好小声 好 各位想象一下银行破产 然后 没得救 政府却这样子印钞救他们 OK 那大量印钞的问题在于 它会引发通货膨胀 因此也会侵蚀 每个人的一个货币的价值 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极端的案例 就是委内瑞拉 政府印了太多的钱 导致价值大幅下跌 人们不再数钱 而是用棒来撑钱 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的案例 委内瑞拉经济崩寒没有止境 叶旦佳节跟跨年 小额的玻利瓦纸钞是比卫生纸还不值钱 民政无奈之下 还把纸钞当成叶旦树来装饰 专家就指出 2017年玻利瓦的币值是狂跌了97.5% 过去能够兑换1000美元的玻利瓦金额 如今大概也只能换到25美元左右 美元对玻利瓦的黑石汇率 则是早已来到1比11万 但是马杜罗政府到现在还坚称 他们的汇率仍然是1比10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控制 你基本上把所有的金钱的控制权 是交给了政府和银行 银行可以随时决定冻结你的账户 或拒绝你使用你的资金 即使你使用资金 即使你的你的钱是现金 政府也可以取消你的一个货币的法 法定位 那就像几年前在印度发生的一个费钞行动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费钞行动是什么状况 美国媒体披露了通信软体 WhatsApp 是打算要在印度推出行动支付服务 由于印度人口众多 智慧型手机普及度高 早就被视为是电商的重要战场 而在去年11月份 印度政府是推行了费钞令 是引发市场混乱 是更替行动支付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而印度目前最大的行动支付业者PayTM 它的用户是已经突破了2亿人了 我补充一下那个印度的状况 就是当初他为什么要飞超市 因为印度他们都不把钱放在银行 他们都是把钱就是放在家里 然后为了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了逃税 因为他们就是很 他们就是不想要付税给政府 所以他们的 他们之间的交易都是用现金交易 然后导致政府税收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他们才会 政府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费钞的行动 就是硬要他们要把他们手中的资产 全部都要到银行去做管理 这就是控制的问题 那在2009年以前 要创造一个现行货币系统的一个替代品 几乎是一个无望的事业 但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在2008年10月 一个自称中本充的人在网路上发表了一个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也称为比特币的白皮书 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去中心化货币系统的方法 那这个货币就称为比特币 银行的账本并不透明 并且储存在银行的主电脑上面 你无法窥探银行的账本 只有银行对这个账本是有完全的控制权 相比之下呢 比特币是一个透明的账本 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查看账本 看到所有正在进行的交易和余额 这样的系统声称可以创造出 解决双重支付的问题 就是先前数位货币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他就不不再需要中央集权机构的一个控制 比特币的核心 就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一个透明账本 那这句话可能会让人觉得困惑 让我们来用比特币跟银行去做个比较 由于今天大多数的货币都已经是数位化了 银行基本上就是只是在管理自己的余额和交易账本而已 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 谁拥有这些余额 而谁在进行每一笔交易 这意味着以为比特币是匿名的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且可以被追踪的 虽然你无法确定谁拥有 虽然你无法确定谁将某笔金额发送给了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去调查 谁拥有这个 转账的这个地址 我们来看一个我们来看一个网站 其实 现在 加密货币的这些资讯都很透明 你可以打关键 像这个网站是我们 那个 币胜 币胜的那个 进阶课程才会去分享的 币胜其实进阶课程里面有很多 分享的 啊 上 十来种工具都可以拿来使用 让你去去查一些即时的数据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知道 美国政府 拥有多少的加密货币 好 直接打US GOVERNMENT 有没有 他就会直接显示出来 各位有看到画面吗 我 我今天分享的只是实战课程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只让各位知道 呃 其实加密货币是 这个这个圈子是非常透明的 啊 我们 都都可以自己去 掌握很多资讯 好 不像传统金融 啊 都可以看得到 OK 好 回到刚刚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10年5月的时候 某一个比特币的地址 像另一个比特币的地址发送了 1万个比特币 那这笔 特定的一个交易 比特币 就是用比特币进行了第一次的购买 所以我们 在比特币圈有一个叫做比特币的PIZZA日就5月22号 因为这个是很值得庆祝的就是 有人用实际上用了比特币1万克比特币 买了买了买了PIZZA 两个PIZZA 那买PIZZA的人这个叫做 这个人叫做Laslo Laslo在2010年发布了一个帖子 请求有人能够卖他两个PIZZA作为交换 他将支付1万个比特币 那确实有人卖了他这个PIZZA 现在这个PIZZA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了 那这个例子就可以告诉我们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 没有一台电脑存有整个占卜 使用比特币是让每一台电脑都参与保留一份占卜的一个副本 所以我们称为这样的一个系统叫做区块链 所以如果你想要摧毁整个系统或黑掉改变占本的话 你就必须摧毁数万台保留并不断更新占本的这些电脑 与单金大部分的货币是一样的 比特币是数位化的 这意味着比特币中没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出没 也没有实体的硬币 只有交易跟余额的记录而已 那当你拥有比特币的时候呢 这意味着你拥有访问占本中某个地址 某个特定的比特币的地址记录 并可以将资金从 从中发送到另外一个地址的权利 你只是拥有发送这些 发送的权利而已 所以 那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比特币成为重要 如此重大的新闻 因为呢 自从数位货币单身以来 我们首次拥有了单前系统的一个替代方案 我们拥有了现在银行的权利 网络诞生以前 我们的资讯流通是多么的集中 基本上 你如果想要获取讯息 你只要 你只能从几个主要的媒体 比如说纽约时报 华盛顿日报 等获取就是一些主要的媒体 以前早期台湾 只有三台嘛 台市 中市 华市 所有的资讯都是从 从这些 在网路还没当诞生以前 只能从电视上搜寻 那现在呢 我们受益于网际网路的 开放 资讯 已经是去中心化了 你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 就可以跟世界各地交流和获取知识 那比特币 就像是货币 的一个互联网 它带来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解决方案 与传统的金融相比呢 比特币 有着 显著的优势 首先你 它让你对自己的资金 拥有完全的掌控权 使用比特币 你不再需要依赖中间 中介的一个机构 银行 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你的资金是如何使用 这样的自主权呢 不仅 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 也赋予了我们在金融决策上的自由 为每个人带来真正的财物的独立 目前 比特币已经为全球 25亿无法使用现有银行系统的人 开启了数位商业的大门 这些人 比如说像非洲地区很多国家 伊索比亚 奈及利亚 这些人因为居住地出现环境的一个限制 属于没有银行 或银行服务不足的人群 然而今天他们只需要一个手机 点击一下按钮 人们就可以开始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 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沙尔瓦多就是第一个国家 将比特币列为国家的一个法定货币 也因此让这个国家减轻了通货膨胀的痛苦 我们看一下这个沙尔瓦多的一个新闻 拉丁美洲国家沙尔瓦多两年前就将比特币定为法定的货币 明年更预计要推出比特币的债券 不过超过七成的民众却认为比特币是无助于改善家庭经济 而阿根提目前也面临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最新的政策将大扁当地的货币54% 期盼能够重建国家经济 拉丁美洲国家沙尔瓦多 2021年起将比特币定为合法货币之一 是全球首度有国家将比特币视为正式货币 如今政府又宣布将在2024年第一季发行全球首档比特币债券 收益会用在新建比特币市 是一座位于该国东部以火山供应能源的城市 萨尔瓦多有20%的人口在海外长居和工作 且大多数位于美国 因此该国自2001年起 OK 那么现今在加密货币的一个生态里面 已经衍生出来了一万四千多种的加密货币 让我们真的看得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 但现在我们在加密货币的一个总市值 已经来到了2.4兆美元 也越来越多机构从原本怀疑 到现在已经开始接受了比特币 比特币的纯粹 去中心化 透明 稀缺性 除非所有的电脑都被摧毁了 不然它是不可被摧毁的 世界上有什么法定货币可以跟这样的货币相比呢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类未来的数位资产 那我相信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只差你有没有参与了 那各位我们的这个必胜的家人伙伴 希望透过这次的简报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审视钱的定义 然后以及加密货币能否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金融问题 比特币的去中心化 透明性和安全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替代传统货币的系统的一个选择 它在全球的透明度跟 看审查性 能够更进一步促进金融的包容性 那如果各位有听Michael老师每周二的课程的话 应该知道什么是价值投资跟现金流吧 比特币虽然是会有浮动大的这个风险 像那个撒尔瓦多他们一般的人民 他们就不认为比特币对他们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可是我们要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 用五年十年来看的话 比特币的这个价值它是每年都在成长的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美金 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都是以美金为中心 其实都是在贬值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们现在美国政府的有一个工具 这也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进阶课会分享的一个工具 进阶课好像没有分享这个 这个是我平常有在看的 这个我PO上去给各位参考 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话 美国国债 35兆美元 几乎你知道吗 以今年来看的话 半年就增加一兆 那这样子增加的速度 美国要如何还他的债 只能透过 只能透过印钞的方式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比特币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 诶 怎么怎么回来 ok 比特币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 值得投资的一个资产 因为他是稀缺性的 而且他几乎 去中心化 没有任何人去掌控的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 所以我们把它升为价值投资 你要投资他的话 可能要放很长的时间 那这段期间你可能没有现金流 那 我们必胜量化在这边 半野的角色就是能够 提供我们一个更方便创造现金流的工具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工具 你在 在市场自己去操作 你一定会 你一定会 会 有 亏损 然后可是这样的工具可以 降低你的这个风险 降低亏损的风险 然后 你也可以藉由参加 必胜的这个课程 他会分享非常多的 麦可会分享非常多加密货币的这些 知识历史 然后很多工具都可以让我们学习 那就可以大幅降低我们的这个风险 然后更让我们能够懂得分辨诈骗跟其他加密货币的相关知识 好 那今天就 分享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Roger交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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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